大學生了沒 來 問世大學 大學是什麼 今天要來聊一聊 其實這個我覺得 東西方的文化差別很大 然後對於小孩的教育 就有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東方可能很疼 有時候是三代都疼 然後疼到說 地板壞壞 地板壞壞 然後說沒有關係 你要吃糖就先吃好了 不用吃飯 太寵了 可能這個有時候是幾代一起教養 爸媽也很難為 但是西方比較就鼓勵說 大家自己獨立 跌倒了 爬起來 沒有笑啦… 對… 跌倒了 自己爬起來會不會痛 自己下次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走路要注意嘛 對不對 就是從錯中學 所以這樣子兩個不同的教育出來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小孩 什麼樣的個性 一定有很大的差別 今天我們在這邊有很多 這個有劉德的 劉美的 我們來請問大家 妳羨慕外國教育的哪些地方呢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同學喔 也有剛從美國玩回來的對不對 這樣子小資跟美國的這個 密西西比托爾索 沒有 而且去玩我們也交換學生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就是美國的朋友 他們可能思想教育都比較自由 就是老師可能 舅舅會約他們出來一次喝咖啡 然後跟他們聊他們的未來的想法 或是什麼 可是像台灣的老師可能就覺得 如果你未來 對自己未來沒什麼想法 什麼之類 他們就覺得 那妳就是不成才的那種感覺 Jessica 因為妳是在加州州立大學的 對不對 留美三年 那妳也受過台灣的教育 妳覺得這兩個地方差別在哪裡 就是如果在美國的話 就是他們會就是 讓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像上課他們就是 譬如說上一個小時 他們教課只有教30分鐘 前後都是在聊天 那在台灣的話就是 一上課就開始一直上課… 然後不讓你發言這樣子 這是真的 我們以前上課的時候 就老實說 這今天我覺得大家都累累的 你們是心情是不好嗎 然後來分享一下 然後分享完以後 就下課 大家都很會講 就一直分享自己心情這樣 就鼓勵大家踴躍發言 對 對不對 留得一年的小兵 對 我之前在德國的時候 我覺得很喜歡 其實我很喜歡歐洲他們那邊的 教育制度 就是其實他們 就是上課的時間真的沒有很長 然後剩下的時間 是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 而且父母其實不會管 然後你今天有回家吃飯 那就在家裡吃飯 然後如果在外面 然後就是在外面吃那也沒關係 然後他們很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生活非常單純 就是他們可能喜歡音樂 那他們可能生活就是音樂 所以我覺得 可是因為在台灣的時候 就很多資訊非常發達 然後所以小孩子那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 focus不會 就是都閃的 所以做完這件事情沒興趣 就做那件新奇的事情 然後就一直 就是一直做下一件事情 然後就是我覺得有點可惜 今天呢 既然聊到這個外國的教育制度 大家請到一些外國的朋友囉 我們這邊歡迎你們 歡迎 我們的四周各地 印度有28年 韓國 美國 是 我們這個前三位是 已婚已經有小孩的 所以要先問一下 你們自己本身會覺得說 會不會因為教育 所以長生自己的公婆會起衝突 印度的美軍 對 美軍因為你嫁是台灣的 嫁給台灣人是不是 我是嫁給印度人 我是嫁給印度人 對 所以我婆婆也是印度人 現在過世了 可是沒有為了教育跟她衝突 可能是我幸運的 沒有跟他們住在一起 印度算東方的是不是 對 印度其實是東方 印度其實是東方 所以妳會打罵嗎 對小孩 有打過 為了什麼事情 當然會罵 為了什麼事 可能把一些比較貴重 把妳的口紅弄斷了 貴重的東西弄破壞 或者是跟她們講了很多遍的事情 她還是做 就會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你們拿什麼打 很誠實的答案 因為不是想要打 所以不會說 好 你在這邊等我 我去拿一個打的東西 就是看那個時候 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才會打下去 就不要在媽媽切菜的時候 要離我遠一點 原來是韓國的都炫慶 對 你好 妳是嫁給台灣人 對 台灣人 會不會教育方面 妳跟妳婆婆會 就是會不太一樣 對 跟老婆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可是 我有一陣子跟公公婆婆 住在一起的時候 公公是年紀比較大 她不喜歡我兒子用桌別子 桌別子 她像我小時候一樣用桌別子 她說中國人不能用左手寫字吃飯 為什麼要講 中國人要用右手 然後她 她要寫這個時候抓住左手 擋住左手 然後用 強迫用右手 對… 好 我們要問一下 我們這邊的四位是這個 未婚的外國的朋友 我有結婚了 你有結婚 OK 那還沒有小孩 有小孩 一個半 一個半小孩 一個半小孩 我老婆現在還懷孕了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 那這個教小房 教小孩方面 會跟老婆有不一樣的教法嗎 我老婆是台灣人 但是我們比較不會有這個衝突 因為她小時候也是覺得她 上課的過程沒有很理想 所以現在她就是 她跟我同意 我們就是要她們可以比較 自由的發展一點點 多自由呢 我在家裡就是還是很嚴格 但是我嚴格是 我要我的小孩有道德 我要她可以對人很好 然後如果她做壞事 我會這樣子 我才會懲罰她 你是不是會武功 我是功夫老師 沒有錯 功夫老師 對… 你看得出來 很痛耶 對 所以我會有 什麼特別的方法 沙包嗎 還是木人 可以做一點馬步或一些東西 就是怕看 OK的… 它多麼壞 我會用比較壞的方法牽法 所以後面幾位外國來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覺得自己身上 什麼特質是因為自己國家的 教育所以才變成今天的你 我覺得在美國 最好就是像他們已經說了 他父母會讓你做一些 你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這樣子你比較會成功 你知道嗎 例如說 很多台灣的父母 他們會喜歡你可以彈感情 或是小聽心 對不對 但是在美國 如果你沒有對那些東西有興趣 你會繼續練嗎 你會練到很好嗎 也沒有 所以你父母會覺得 你可以 你就學你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你再出來做 你才會成功 俄羅斯的安妮 從小時候老師們跟父母 他們教小朋友要 做的事情要做到完美 要做到最好的 俄羅斯也是要到完美 對… 所以我們到… 大概到大學的時候 大學時我們就很認真念書 一直在家裡念書…這樣 真的嗎 二樓是都不Party嗎 那他們的Vaga是怎麼消耗的 對 好 都不太Party嗎 不太Party嗎 有 還是有Party 講解他的Vaga歲月 對 然後就跟別人就開始Party 一樣… 一樣… 就是不是可以Party了 法國的Chris Charles Charles 謝謝Chris 也很厲害 你要不要去一下法國 對 Charles 我們在法國跟美國是差不多 跟美國比較接近就是 剛剛說的 我們會比較重視他自己的內在 就是發揮 然後去尋找他自己自然的 他喜歡什麼就去發揮 他可以試很多 他可以吃很多 這個大概幾歲的時候 就讓他試 是五四五歲就開始 大概十幾歲就開始 對 那你說很小的時候不會 就是 就是陪著爸爸媽媽 還是會保護一下 對 保護比較多 我們在歐洲 法國算是比較保守一點 在歐洲可能北歐是最開放 法國就還是有一點保守 其實…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我不是聽說法國的夫妻都可以 自己分別去約會嗎 好開心 要看哪方面 如果是約會這方面 法國可能會… 可能會還是比較開放一點 但是那個爸爸媽媽會觀察得很嚴 他不會說 可是他會觀察 好 我們今天分成整個類別人來討論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的是 學校教育篇 好 請問各位同學 問一下同學喜歡台灣的 升學制度嗎 全火差 就像佳安寫的唯有讀書高 對啊 因為我覺得台灣就是常常會有種 就是萬般接下來品味有讀書高 就是你除了念書以外 其他做的事情都是不好的 就是不對 然後老師跟家長只會注重你的分數 然後都不會過問你其他的興趣 或是什麼的 這個我要為台灣講一句話是說 有時候我們也希望 有不一樣的教育制度 可是你知道嗎 鼓掌難明啊 你到家長會光說 我希望我小孩不要這麼早學寫字 因為他們說他們的小肌肉還沒發展好 所有的家長就這樣 轉過來這樣催你 然後你就發現 你一個人坐在一邊 然後家長在那邊 然後學校也說 我們是要為你一個人改嗎 對不起… 然後就只好順從這個 媒體就把你寫大大 對啊 老師可能就說 沒關係 媽媽如果不要她寫 結果我在家裡不要寫 我說她在學校會跟著她寫 你有沒有發現 小小孩寫出來是什麼 是反字 對 因為她們的左右腦還沒有 沒有完全的發展 她寫的是那個鏡子印出來的 那個倒過來的字 她很容易寫成這樣 所以那麼早去亞苗助長有什麼用 可是你要鬥的是什麼 全部的家長跟全部的學校體制 誰會為了你去做這樣的改變呢 很難改 對…除非是食物中毒 換一下財品 出事情的話才會改 對 真的 但我很訝異 像孔賢是中韓混學 你打圈耶 你喜歡台灣的教育制度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對不對 真的假的 對 外國人最怕的台灣教育 不要再給我打分數 在台灣你有看到 什麼樣學校的教育會覺得 怪怪的 奇怪的 他學校有打分數 他成績可能最低了 其中他叫他站起來 老師說 這位同學的英文成績最低 這個班上最不好的 特別的羞辱他就對了 對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要打分數呢 韓國不打分數嗎 韓國不打分數 打分數是以前古代的時候打分數 現在沒有 大學生了沒 你喜歡台灣的教育制度 我覺得比較輕鬆 比韓國對不對 真的假的 比較輕鬆 結果我現在還有韓國朋友 大學還沒考到 可是我覺得台灣很少見 就幾乎都已經 還有替我們加分 所以我覺得比較輕鬆 沒有替我們加分 確實有一本書有講到說 為什麼韓國最近 這些年發展這麼好 他說其實平均他們在這個 考英文的這個 不管是拖曳或什麼 他們的分數 就一直在往上升 但是韓國年輕人自殺率也往上升 壓力是不是很大 壓力太大 有沒有 你同學有跟你講嗎 我朋友的他們爸媽 會給他們一個空間 就不會給那麼大的壓力 賀龍你喜歡 我覺得還滿OK的 就是用成績分校的話 會讓你有個目標去 用功唸書 可是最近 就是有大家在想這個 十六年國教 我就滿不喜歡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 好像只會帶動 明星學校附近的那個房產 就是增值而已 就大家都會想要去買 明星學校旁邊的房子 然後就可以入學 我覺得這有點不太好 他的難處就是 除了我剛剛講 比如說有些家長的要求 還有一些老師 其實他也要力圖 就是說 我如果不要注重分數 可不可以 怎麼可能 全校這個之後都在升學 你們班在打籃球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對不對 然後很多家長就會抗議說 我們不要這個老師 所以其實有太多的力量 去在當中鬥爭 然後讓很多有立場的 他沒辦法改革 他沒辦法改變 然後可能也有一些 這個過去有志之士的改變 結果發現效果也不好 這是整體的一個問題對不對 很大的 所以這邊來問一下 來自美國的孔悠悠好了 就是在你們國家 家長跟老師的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 家長跟老師的關係是 因為我也是 老師在台灣虛擬的時間 所以我知道家長是一個 比較難對付的一個事情 對 我希望我可以跟家長說一下 就是你們不是老師 所以你要 你知道嗎 除非你真的是 如果你不是老師 所以你不知道 什麼是最好的方法 為了你的小孩的發展 對 因為他們真的會 有時候會反對 不應該反對的事情 因為他們很有意見的 但是你的意見 不是跟他的未來有關係的吧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他真的有成功 還是要他當一個第二個你 而且我要跟你講 像在美國 我們父母很少會見到我們老師 可能一個學習再一次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你的老師可能會跟你分享 就是到一半你的成績是多好 或者是你發現什麼不好的事情 但是在台灣 你的父親很愛去問老師 最近怎樣 然後老師也會打給你父母 但是這樣子我覺得有一點太過分 你知道嗎 就是學生一定要有自己的空間 自己可以發展 然後老師也有一些空間 可以自己想好 最好要怎麼教這些小朋友 很安寧 俄羅斯 在俄羅斯我們每個月一次有開會 所以老師們可以跟父母說 你的孩子怎麼樣 每個月啊 每個月一次 對 是 對 真的太密集 但是台灣父母 他們比較喜歡保護孩子 他們不會說 不會跟老師說 你要對我孩子更兇 他們不會說這樣子 他們就要說 你不要對我孩子那麼兇 他已經很努力念書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就是台灣的這個家長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杜璇 杜璇 杜璇的妹妹 杜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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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也是 我以前也是當過老師 所以 不要管他 以前在韓國當老師 對 大學老師 韓國是不是真的很嚴格 對 嚴格 因為之前是差不多二十年前是 因為 家長怕老師 然後 一個學期好像一兩次都過去那邊 給老師紅包 然後現在的話就改了 就是老師怕家長 老師怕家長 對 因為最近的話 家長們的教育水準也滿高的 對 然後要求也高 然後 對 學生們的那個 以後未來的要求也提高了 所以大家都盡力要幫忙 對 不過在台灣你有看到 什麼樣學校的教育會覺得 怪怪的 奇怪的 因為我兒子是小學生 生四年級的 他二年級的時候 因為他是本身要學兩種語言 韓文跟英文 他韓文很流利 英文也要學嘛 二年級 他其實成績不好 沒關係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要打分數呢 80分 90分 為什麼打分數 韓國不打分數嗎 不打分數 打分數是以前古代的時候打分數 現在沒有 現在是 只能要考完以後 也有考試啦 考完以後老師寫 這個孩子是對哪一個方面比較優秀 哪一個要加強 這樣子寫 不會打分數 可是他學校有打分數 他成績可能最低了 然後老師有一天叫他站起來 班上40個 因為他是私立 所以40個學生 其中他叫他站起來 站起來 他站起來了 然後他不知道語言是什麼 英文老師說 這位同學的英文成績最低 這個班上最不好的 然後大家請大家要以後要幫他 要再多練習英文 特別的羞辱他就對了 對 因為他的成績最低的原因是字 他怕被ABCD字寫錯了幾個字 對 這不是繪畫上的問題 因為他這樣子他有一點難過 也不哭啦 就沒有關係 他回家跟我這樣子講 媽媽老師今天這樣講 我說沒有關係 因為媽媽也當過老師 這個老師的教育方式是不對的 漂亮 對,不對的 以後你自己覺得你有信心 以後要加…你自己會努力 二年級的時候 你不重要寫單字背單字 你會講話敢跟外國人繪畫就可以 OK了沒有問題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吧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打分數是OK的 但是在台灣你們會特別排名 排名 這樣子很奇怪 我覺得 因為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得到一名 你知道嗎 就是不可能之前 一定要有第一名 一定要有最後一名 你打出來你的分數還有排名 這樣子學生會沒有自信 我覺得 謝謝老師 這個我不會… 這個我不會 這個我不會 因為杜琳講到這個 是一個重點 因為像現在台灣有些私校 他也好像想崇尚這樣的一個風景 就是說不要排名 結果不要排名 大家還是知道這名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畢業典禮就按照名次頒獎 第一名就第一個上台 對啊 所以大家這樣算一算 就1 2 3 我53名 都玩假的 怎麼樣 玩半套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太丟臉吧 我自己覺得會 小孩會受傷 心裡會受傷 而且這個 這個並不代表他們的真的成就 知道嗎 因為一個人的成績 不代表他真的很聰明 沒錯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聰明 但是在考試 他們都不會包括別人的一些天分 但是安妮是不是 其實你還滿喜歡台灣的學校教育 我覺得台灣學校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來學校找朋友 他們就說 我們是一個家庭 然後這樣… 我們就一起去看電影 一起吃飯 這樣 大學生 大學生 對 在俄羅斯不一樣 我們就去學校念書 俄羅斯的大學生 更嚴格 更嚴格 那什麼時候派對呢 你有派對 不一定要跟你同學在一起這樣 在美國他們就是會表出 所有學生的分數這樣子 但是用你的學號你知道嗎 其他的學生都不知道 你的學號是什麼 而且他們沒有排名 所以如果你要跟你的同學 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分數OK 如果你不要講也OK 你這樣子 沒有 美國什麼都不好吧 不然我來台灣幹嘛 貼心撒嬌的舉動 在外國人眼裡卻是犯罪行為 你們在台灣看過什麼 就是那種家庭交流 會讓你覺得很驚訝 有一個13歲的小孩 跟小男生 他還是還在跟父母一起睡覺 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就是保護太過頭了 會被關 他們會說這個有點是腎經病 就是有點太過了吧 有點變態的感覺 所以跟小朋友還在 我的天啊 大學生了沒 如果你不要講也OK 你這樣子 沒有 美國什麼都不好吧 不然我來台灣幹嘛 OK 另外一個我們下一集討論好不好 為什麼來台灣 好 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 另外一個部分是 家庭教育的部分囉 家庭教育 問一下同學 你現在哪一些個性或生活行為 你覺得是因為爸爸媽媽的 教育所造成的 賀龍 你覺得爸爸媽媽有這個景象嗎 我 因為我是獨生子 沒有兄弟姐妹 所以我媽從小就會講說 賀龍你最厲害 賀龍你最棒 賀龍你最帥 對 然後就讓我覺得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是最帥的一樣 雖然本來就是 沒有…太不好 有自信 對 很好 就是一個事實的陳述 浮誇… 真的浮誇 亞莎寫的這一點 我爸爸他們是覺得 因為很多親戚會說 你怎麼現在就是快畢業 要不要去考個公務員或什麼 可是我爸爸就會跟他們講說 你自己做不到 或是有些家長會說 自己的小孩要考北一女 建宗什麼 可是他就會跟他們講說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為什麼要去要求你的小孩子去做 對 對 很多爸媽口頭禪說 就是因為我以前沒有辦法好好讀書 我就是要講你讀 我想考一山沒考到 你就是要考一山 你就是要考一山 你有忘記他可能遺傳你的記憶 正到 可以給一個目標 但不要給壓力 這邊問一下我們外國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在台灣看過什麼 就是那種家庭交流 讓你覺得很驚訝 怎麼會這樣子 我有看過有 我們去訪問有知道說 有一個13歲的小孩跟小男生 他還是還在跟父母一起睡覺 他晚上 他們是樓中樓的房間 的房子 他不敢在二樓自己睡 他13歲還在跟父母一起睡 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就是保護太過頭了 在美國你會被關 如果你這樣子做 會被關 真的會被關 跟小孩這樣睡覺會被關 他們會說這個優點是神經病 就是優點太過了吧 優點變態的感覺 十三歲 你還在跟你的小朋友幾歲嗎 小朋友還在喝你的奶嗎 還是這樣 你剛好講到這個例子 就是有一部電影 就是兩個大叔實習大叔 去搜尋實習的有沒有 他裡面形容其中一個 東方人的角色就是這樣 他就說 我就是喝我媽媽的母奶 不知道到國中還高中 然後全部人這樣 蛤 然後他就說這樣不是比較有營養嗎 大家這樣 蛤 然後那個 那個東方小孩 只要碰到壓力就會拔 一直拔… 拔到最後都沒有眉毛了 就最後結尾 他媽媽出現的時候 他媽媽就是一個很強勢的東方 媽媽說 先給我過來 我要帶你們走 他終於有那個膽量反抗他媽說 我媽等一下 我再跟我的朋友道別 可是鏡頭帶到他爸的時候 他爸也是一邊沒有眉毛 老母的壓力太大了 可是爸爸聽到兒子 爸爸聽到兒子說這句話 他爸爸超開心 對 就是終於可以這個 其實媽媽也開心 他終於 他本來覺得有點得罪了 可是後來 後來也覺得他這樣 妳覺得應該要放手了 杜莉妳看到 覺得 我自己覺得 台灣的父母太保護他們的小孩 真的 我有一個 現在有一個23歲的朋友 一個男性朋友 他到現在 他媽媽還在幫他洗衣服 整理房間 每天都會把他的床弄好 什麼…都整理好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有點 23還33 他23歲 23歲 23歲還很像 我自己覺得 這樣子有一點太Over 你知道嗎 在美國這是更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到一個年紀 你一定要慢慢的學會 要怎麼 家事要怎麼做 然後房間要怎麼整理 然後我們已經 從小到大已經 已經在外面做一些 可能要割草 好 我們父母都會教我們 要怎麼做事情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父母 他們都是喜歡 你就好好念書就好 你好好看書 其他的事情 媽媽來幫你做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有一點 奇怪 奇怪 有 我也是 但是我們東方的小孩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常常會被冠上不孝子的這個名號 假如說家裡面有些事情 你不讓這個家長幫你處理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要罵你不孝 就不孝 對 然後你家裡面 譬如說 有的時候要整理東西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有打掃的來打掃 我媽媽就會把我抽屜裡面的錢 就那個現鈔有沒有 全部都收起來 然後我回家也發現說 我錢怎麼不見 然後後來我問 後來才會去問媽媽 就說我錢是不是被拿走 還是偷走還是怎麼樣 他說我幫你收起來 我說 可是這是我的東西 我的房間 然後你應該要跟我講一下吧 媽就哭了 媽媽就說 媽媽以前 押稅錢也是媽媽給你的 對啊 你去房裡了 你要去買巧克力也是媽媽給你錢 現在媽媽拿你的錢 媽媽還要被你罵 我都沒死… 對 就開始演這個八點檔 隨時都在上演 問一下這個各位 就是在你們的國家 是用什麼方式教育自己的小朋友 在印度 也是爸爸媽媽會幫小孩做很多事情 然後我就是請他們 就顧念書就好 因為我們印度也算是東方人 也是東方 以過來人的身分 我覺得這樣對小孩真的是 不是很好 因為 就是可能女孩子快要結婚的時候 就要趕快急著學怎麼樣煮菜 要趕快去上課 不然都不會煮菜 或者是男生 男生也是比較大男人主義 就是也不會在家裡幫忙洗碗 或什麼的 因為什麼都是請別人做 所以這樣太過頭了 台灣也是有保護太多 所以我覺得很多台灣小孩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這麼多小朋友過敏 因為不能碰會塵 什麼什麼都要用那個無塵蠻 什麼什麼 就是這麼保護的話 小孩真的抵抗力會不是很好 讓他去玩一玩泥巴這樣會更好 印度很多小孩會玩泥巴 這次因為剛好暑假 我去帶小孩去了兩個不同地方的 Legoland樂園 你知道嗎 一個美國的一個馬來西亞 我們看到就傻眼了 怎麼同樣是一個樂園 態度差這麼多 東方跟西方 那個它是就是一塊好像這樣馬路 它設計好道路 然後就是有那種Legoland拼成的車子 讓小孩去開車 然後故意是說Driving School 還發給你一個Legoland 但是那個當然是好玩的而已 小孩到美國是怎麼樣 你看那個加州陽光灑下來好漂亮 黃色的 紅色藍色的車 然後時間一到斷電 然後小孩就下車跑…過來 然後在那一站他說 家長不要來排隊 不要來 家長到外面去 讓小孩自己排隊 我們說好…小孩自己排 排…排到了 因為車在四面八方 小孩被放出去就 就開始去搶自己喜歡的車搶 可能也會有人搶 沒關係 你自己搶到就自己玩 然後時候到了斷電再跑下來 就同樣的設施在馬來西亞 怎麼玩你知道嗎 我們傻眼了 我們小孩排到不排了 說媽好無聊 不想玩 我說怎麼了 他說在裡面先上交通安全課 他在教你說 看到紅燈你一定要停喔 要不然怎樣… 事實上那個車子 它的那個前面的叫什麼 保險桿後面 全部都是防撞的 都是橡膠好玩的 好 然後這就算了 然後馬來西亞還要規定你 來 這個 來…藍色停這邊 藍色停這邊 藍色車這裡 藍色車 藍色車 它全部弄好以後 又過了20分鐘了 然後小孩都已經這樣冷氣 然後他一定要玩… 他說來 你紅色你只能右轉 你藍色可以直走 還要在那邊指揮 小孩就這樣 不好玩啦 不控制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還要一排一排都回到那個站的門口 他才決定你們下車 然後我換下一批 所以他每一批 可能比美國又多了20分鐘 然後小孩等到 我們那幾個小孩就這樣 冷氣 不玩了 對啊 氣氛差很多 就光看這個 你就知道東方跟西方的那個 自由度就Go 然後小孩 因為我玩本來就這樣好了 還要在那邊 我可以看駕照 你有沒有酒駕 對啊 來 下來吹一下 是不是 對啊 你長大以後就變成說 人家在頒獎給你上面可以送披薩 我們要是送披薩的話大概就是 人家頒獎給你也可以自拍 我們自拍就叫做不是 承核體統 不尊重 承核體統 對啊 怎麼會這樣 不知道 所以這就是那整個風氣 是從小去養成的 對不對 但是父母的態度也很重要 有沒有在公共場合看過 父母怎麼對付小孩的有沒有 台灣人比較不喜歡 台灣的父母比較不喜歡跟小孩子說話 因為我有看過一個小孩在公園 他一直叫媽咪 媽咪 媽咪 媽咪都不理他 他就往手機還是聊天 聽樂 然後小孩子一直說 媽咪 我想吃冰淇淋 媽咪 媽咪 媽咪說你已經吃過了今天 走開這樣 然後我又跟他說 你為什麼不要吃太多冰淇淋 因為你會肚子痛 可是你會感冒這樣 他都不告訴他 他就是不行 所以小孩子都不知道為什麼不行 應該媽媽不愛我 對不對 然後俄羅斯的父母 他們都從小時候跟我們聊天 每天告訴我們 你哪裡走了 你為什麼這樣做就不好 我有看過一些更誇張的事情 就是在台灣我看到一個小孩在 是 中西方觀念大不同 交友自由差很大 台灣的大學生是什麼時候 開始有交友談感情的自由 不應該是三十歲以後才可以吧 沒有 我爸爸也是很堅持就是 讀書就是要讀書 因為他父母一直覺得 交朋友會影響課業 本來就會啊 本來就會啊 本來就會 但是你不會 你不會跟你的課業結婚了吧 可是你們自己談戀愛 現在沒有十六歲就想要談戀愛了嘛 所以家長的身分就很重要啊 更福祉這一切 當然啊 大學生了沒 我有看過一些更誇張的事情 就是在台灣我看到一個小孩 在大他的父母 他的母母 他的媽媽 小孩子打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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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想要 他我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麼 但是他一直跟他說 不行 我要 我要 然後就開始打媽媽 這是在美國 至少在我們家 我不知道是我們黑人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 有點不一樣 這是你不敢做的事情 你媽一看你就知道 你回家你完蛋了 會打死我 你完蛋了 真的 所以你小時候也是被打大的是不是 對 強場… 拿什麼打 皮帶 或是有時候如果 電線 電線 對啊 有時候如果很痛 在美國應該是不能打小孩 會被關 現在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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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 配兒在家裡沒有打 三次不是有一個台灣夫妻去美國玩 然後在公公場所 好像爸爸只是打了小孩一下下 然後那個社交服務就來 把他們帶 這可能如果你打他們沒有原因 或你不是一個好的父母 但是我的父親他會功夫 所以他拿那個東西就像是雙肌棍一樣 就 其實非常好 其實也是好就對了 因為打得有招的 而且我記得我小時候我媽會打我 然後我們就說不要打我 你可能要心裡有點不舒服 然後就你可能要偷偷地講出來 你會帶給那個社交服務還幹嘛 你媽會跟你說你打給他們 他們也可以養你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子 把他們帶走 但是你知道我們說 我們知道他們愛我們才會這樣子做 對… 特別是長大之後 才知道 長大之後我們看到我們其實他的朋友 他們的生命就是 他們沒有被打的一些人 他們真的是亂七八糟 我們現在來聊獨立這件事情 先請問大學生 你們有曾經被家長要求說 請你們獨立一點嗎 有嗎 圈叉 小兵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最近開始跟我媽就是 因為其實家長有臉書或是LINE之後 他就會更關心你 尤其是我在台北還是台中 而且就是開開剛剛說到大學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考音樂系 很多很多音樂系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媽比我還認真 他每一條每一條都講 就看清楚 然後就是都會幫我們做好所有事情 我就跟他講說 你拜託不要幫我做 因為你幫我做我就會懶 然後我懶了之後我就會 就會不獨立 然後什麼事都會去考他 所以我最近就是都叫他說 拜託 就是你們可以過你們的生活 然後我也可以過我們的生活 你怎麼這麼不笑 都還在爭取 都還在爭取 你看都幾乎沒有被要求獨立 但餅乾有 有耶 因為像我的話我只要 是你要求家裡用錢的時候嗎 沒有… 就可能如果我說我要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就會說 好 你自己決定的事 你就要自己做 你之後的後果 然後或者是好 東西你要去報到 你就自己想辦法去 我們不教你 所以這是幾歲的時候 你才有這樣獨立去處理的機會 大概從高中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要求說 你自己要開始做好你自己的決定 女生幾乎都沒被要求 雅莎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半一半 因為我姐姐已經26歲了 然後她只是要在新北市 就是另外一個比較通車 要兩個小時的地方工作 就我爸媽就會一直擋… 就說我覺得你在家裡附近 也可以找到就是同類型的工作 不錯的 為什麼要去那麼遠 可是我們家的教育 就是一半一半就是 我們大學是要自己學代去念 然後你選什麼科系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自己決定 然後所以就是零用錢 全部都是一樣 都是自己賺錢去 我們的外國的朋友 你們大概是幾歲 就是家常會要求說 你應該要獨立囉 這個問題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標準 你是有自己過日子 就是18歲 但是在這個之前 我們當然會有一個小的捲備 從13歲可能開始大工 有一些別的方面 我今天開始讓你準備 安妮 在羅斯差不多是六十八歲 高中畢業後就… 要一個人住 然後你要打工 這樣 你自己決定 你想做什麼事情就走 查爾斯呢 法國 看哪一方面 小事情就是十幾歲就會希望她獨立 她自己照顧很多小的 就是穿衣服 然後出去 自己出去 自己去學校 自己回來 走路還是騎腳踏車都可以 再來是如果是男女朋友可能是15歲 對 那個時間就差不多是獨立 就是法律方面是這樣子 那 法律15歲就可以 15歲就可以 就可以決定 就是妳 妳要 對 妳要怎麼樣交女朋友或男朋友 都是妳大概在那個時候 太早了吧 法國 妳看法國說15歲 印度在這邊說太早了 太早了 到底我們台灣的大學生 是什麼時候開始有 交友談感情的字 餅乾妳自己應該是 像我家人就說 妳要交男女朋友 妳只能在大學開始 妳才可以交 對… 大學才可以 她就規定 那個阿布呢 阿布應該是30歲以後才可以吧 沒有辦法 我還是很堅持就是 讀書就是要讀書 然後他們都會說 談戀愛是大學這種事 可是如果真的到大學就會說 那等讀完書再認真好好 在做這件 就是想這件事情 對 然後到30歲以後就說 妳怎麼都這樣 不交男朋友 對啊 別人都結婚 對啊 前面30年是妳叫我不要交的 Jessica妳有接觸到兩邊不一樣 妳有到西方留學 妳也在台灣長大對不對 所以妳覺得這個對於父母 對於交友還有談感情的觀念 差別在哪裡 在台灣的話 就是叫妳就是真的 不要就是 一直就是去跟男生朋友 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還有不能交往啊 18歲之後才可以就是交往 可是真的到大學之後呢 媽媽又會說 妳不要就是 就是認真 認真就是念書啊 然後不要就是 又去交男女朋友之類的 東方父母一直覺得交朋友 會影響課業 本來就會啊 本來就會啊 本來就會 對… 因為妳花了那些錢去 那些時間去交男女朋友 然後當然課業會會犧牲 會犧牲一些啊 但是妳不會跟妳的課業結婚了吧 之後當妳要開始有一個 妳也要交一個老婆 妳怎麼分得清楚一個好的 還是不好的 如果妳沒有一點經驗 所以妳就看她很漂亮 所以我跟她在一起 可是漂亮是完全 不用16歲就去看吧 妳先要看啊 就是 在念書的時候要念書 你知道嗎 我看到我女兒說 韓國說什麼 在念書的時候要念書啊 應該念書的時候要念書 可是你們自己談戀愛 沒有16歲就想要談戀愛嗎 所以家長的身分就很重要 要阻止這一切 當然啊 我昨天在馬路上看到 我女兒的朋友在大街 在過馬路的時候互相親親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我覺得男生大概17歲多 女兒呢 我女兒16歲 可是不是我 是我女兒的朋友 女兒的朋友 對 我覺得她跟我女兒應該差不多年紀 可能還沒到16歲 16 7歲這樣 對 妳的反應是什麼 妳會覺得很浪漫還是 我覺得很不好 而且很不尊重其他人 就是公開在馬路上面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 雖然他們家長是西方人 我覺得她爸爸媽媽應該不知道這個事情 法國人有沒有話要說 大學生了沒 法國人有沒有話要說 對 你們很不尊重我們 老師在那個巴黎鐵塔親吻 對 你們都不尊重我們 都在親… 你們都摸來摸去 摸來摸去的 台灣也越來越多 台灣也越來越多 這樣的行為會不會不尊重別人 不會啊 我不覺得 就是看個人的選擇吧 對 我的話我覺得是OK 就是很自由 真的嗎 法國幾歲 八歲就可以對不對 十五歲… 十五歲 八歲 十二歲 十五歲 OK 十五歲可以交朋友了 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但是法律是這樣子 每個家庭也會大概 在十三十四歲 就是發現她有男女朋友了 怎麼樣她會觀察 但是不會限制 不會限制 會不會這樣要吃避孕藥 或戴保險套 會不會 有的父母會稍微很小心的跟她 不好意思 我們談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妳現在的對象 我可以問妳嗎 然後說不用啦 不用 妳不用管什麼 就是他們會稍微有那個 可是她不會限制她 這個要問佑凱了 因為你應該有兩種不同的價值觀 對 你們家會管嗎 我們爸媽比較不會建議 就是他們不會覺得去派對 還是交男女朋友 是件不良好的事情 可是他們很注重的是要自律 自律 自律 就是所謂的不要太過分 就是你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麼就好了 我覺得她當中 還是藏著一些保守觀念是什麼 如果今天佑凱是女生 對 差很多 我覺得父母的態度又會很不一樣 他們還是注重自律 只是自己知道在做什麼就好 不要太混 悠悠 你們在美國的家庭 怎麼溝通這方面的觀念 我媽媽會 她早有跟我們說就是 16歲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有女朋友的一個事情 但是在那個之前我們都會 因為年輕的時候 沒有人是認真的在交往 就像一個大人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小時候會寫一個信 就說你喜歡我嗎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其實練習 就是了解 然後我應該也可以說是 一個很大的 因為全部的父母做事情 因為他們愛他們的小孩 就是愛 但是愛有很多方面 愛也是有信任 所以如果你愛一個人 你怎麼不信任他 所以我父母會讓我去做我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們聽到了這麼多國的 各國的教育觀之後 你自己以後假如當父母的話 你會做什麼樣子的改變呢 會不會 那小資 就是我不會太溺愛我的小孩 我不會就是把他當媽寶什麼 我一定就要學獨立 就是像我覺得我媽就是太保護我 所以就導致我 就是很多事情我都不會 是直到我這一次出國 我自己一個人相處一個月 我才知道要怎麼用微波乳 要怎麼煮飯什麼的 不是 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微波乳 有些東西它不能微波 然後我還 就這件事我還偷偷的問我朋友 我沒有跟我媽媽說 我用微波乳學煮飯 可是因為我媽媽就 她就覺得說我會讓妳碰微波乳 她就覺得我去把廚房燒掉 她就覺得妳這麼笨 妳不要用這種東西 就是妳可以用電鍋針 但我就是想用微波乳煮飯 因為那個家有微波乳 然後我就變成 我就要去問人什麼之類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說 妳不知道微波乳不能放那個 就是 金屬嗎 對 我朋友說金屬類的 妳千萬不要放 所以她說那會爆炸 然後我才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知道 就是微波乳要怎麼用 可以用微波乳煮飯什麼之類的 因為其實真的這些家長 他們也是從這些舊觀念 被交下來的 家長有時候想一下就是說 其實這有幫到妳的人生嗎 哪些是不好的 就不要延續下去 是好的當然保留下來 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融合 大家可以聽聽他們不同國家的建議 然後選擇一個最適合妳家的方式 我覺得還是要平衡 因為很多事情是壓不住的 因為小孩就是一個自由的個體 他有他自己的靈魂跟自己的想法 再一次謝謝各國的家長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